HELLO 大家好,今次拍《避沙門天》 今次的陣容是試用三隻反射角色來打的 貫通就用昆蟲大帝,我自己用兩隻白旗 加上好友用人妖 人妖都算有個特點,他的絕招是變成貫通 危急時應該可以救到那一命 由於只有一隻貫通的關係,所以要數這些小怪的彎 要數得很準,因為會爆炸的 所以只有一隻貫通的時候就要計得非常準確 第一關沒問題,清小怪 其實很多關都沒有關係,是否一定要兩隻貫通,兩隻反射 其實是值得打得深究的,反而我覺得反射一定要兩隻 如果不是《避沙門天》那關你也足夠讓你炒 但是貫通就未必需要兩隻的 其實貫通最大麻煩也是這關的 因為這關大家知道是全排都是貫通的 但是其實這關他五隻一起打你都不算會死人的 對,都勉強補得回 所以我覺得貫通最需要的就是這關 但又不會自死的 所以其實一隻貫通都OK的 對,就先鬥磨住 他打你,然後你回血 對,對 大家看到血是回得切的 對,OK 昆蟲大帝一殺就盡量,這個盡量不要一次過殺光 就是留一兩隻來回血 對,留一隻 那他一定會爆炸的 這裡一定要硬吃的 沒辦法 對,有他爆炸,那你先回滿血 吃一隻都是4萬左右 那其實都... 值得的,值得薄的 那下彎就爆炸了 那不要理他了 我自己回自己 對,那就... 回復場就沒那麼快消失的 有一點點Lake,不好意思 對,OK 對,那些回復場是充足時間給你回的 那不用太擔心 但是這關最重要的 你當然要先殺復活怪 對,如果復活怪不死的話 你就打不贏的 持狗你一定會輸的 對 那...都OK 有一點Lake 對,很廢 留意我的好友的人妖 是有激種的 所以我八旗是足夠一下殺到小怪 對,我先拿完 因為三隻反射的關係 打這關就相對好打很多 對,因為任何時候都可以清掉小怪 對,OK 然後有很多放在一起 對,清小怪極度輕鬆 OK 我記得人妖的絕招是必要是用來救命的 這樣就不要亂用了 就是它用來清貫通怪 在必要的時候 這個盡量很厲害 這個就是... 我... 嗯... 等等...它可能太力了 要先弄一弄 OK 那...繼續清小怪 對 那...其實...夠時間 那...你記得上參 call第三次小怪之前 最好殺到它 因為他call第三次小怪 回復場就已經會開始消失 對,所以... 兩彎之內殺了它 最好 但是...回血始終是首要的 那就不要理它 一定要先回血 因為其實昆蟲貫通打上參 加上拉線就應該很快 直接刷藥點 那... call野 那...其實可以殺的 這個血量 因為其實狀量... 回復場消失了一塊 那...吃了一把劍 對,不足夠了 那...都OK 這個血量都差不多滿了 對,不用這麼執著 人妖 嘖... 嘖...這... 不是... 八旗動 先... 那我看看有沒有辦法 撞到兩隻先 嘖... 差點... 對,差點... 好...好金 那...這裡要開了 對,昆蟲大帝下彎 就...正常就很難一次清三隻 對,如果他無法清三隻 對,如果他無法清三隻 那...代表那隻小怪要流到他... 會...會...會...會出到爆炸 就是很危險的 所以... 那就一定先開了 對,那... 那我幫他清完 先... 搞定 對,那... 那...昆蟲大帝就可以 先回一回血 這裡 對,因為他已經沒有小怪打了 已經... 那...OK啦 那個場面就控制住了 OK... 對... 搞定 那...人妖的絕招是...很快的 應該儲得回十幾回合而已 那...不用怕... 打大哥時開... 即是沒有絕招用 那...所以... 那... 那段用了他先 這裡 雙技 那... 那...都是邊打邊回血的啦 那些角度都是這樣 打側少少少... 欸...45度這樣 亂彈的 對了... 嘩...殺了 其實我不想那麼快殺的 我想回一回血的 那...但沒辦法了 昆蟲大... 這關很危險啊 其實這關是... 我有少少擔心會炒的 對了... 所以... 急時開絕招就... 千萬不要省啦 嘩...大鑲 嘩...他卡了...卡了一個盾 很麻煩 那...暫時都很難殺 因為那些盾是... 未逃走的話 他... 那兩個位置頂住了 你很難清掉 所以你無論如何都要引到 那兩個盾逃走 你才... 真的打到 嘩...這下漂亮... 喂...喂...喂... 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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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喂...喂...喂... 喂...喂... 喂...喂... 喂...喂...喂... 喂...喂...喂... 喂...喂...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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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 直接殺了左上那隻 那... 上下橙上去應該可以的 因為如果拉上... 拉上線沒有什麼關係 對... OK...OK... 這樣就搞定了 這... 我... 都可以一次過殺了 這裡... 看來... 好嗎... 但還是... 回一回先... 還有... 我想主要給人妖 坐一坐... 絕招 對... 雖然草技不是我的... 打法... 但這裡沒有辦法 對... 因為各種情況下 我都是... 要草技的 那一定... 等一下... 會爆炸 那... 要... 要... 準備... 因為他就會用落石的 應該... 這樣就回得切的 因為我... 清怪清得快 這麼長... 他的回復場應該就不會這麼早消失的 對... 所以應該都回到血啦 來了... Brown 對了... 應該回得滿的 搞定 那... 都... 上算滿血入王關 挺漂亮的 那... 王關這裡要小心 因為你要記住 你貫通是第一隻 對... 那... 特別是第一關 第一關的貫通是很難一次清掉的 除非他在那條斜線的斜線之上 但現在又不是的 對... 那... 所以... 真的不要省絕招 你可能開八旗 或者要開人妖王 如果這個情況不行的話 因為如果彎彎給那兩隻 那兩隻 那兩隻 放散彈 你就極危險了 對... 因為這樣... 血太熬不住了 因為會 但是... 人妖王我絕招尾CD好 血就一定要回的 怎麼都要彈兩下 沒辦法 對... 對... 彈到三下都OK 那... 向下殺 順便回血 嘩... 撞多一下 撞多一下 唉... 食屎... 那... 接著這裡一定要開絕招 對... 不用想了 基本上 一來就要... 因為你看... 左上那隻怪一彎就爆炸了 即是落石 這彎是一定要開絕招的 不用...不用猶豫 對... OK... 那加上... 哇... 那隻八騎減了速 那... 打算回血就開了 那... 那... 呃... 要殺了 這裡就一直殺 一直回血 因為如果他不殺的話 他就開雙技 對... 可能會扣4-5萬 那我趕快 邊殺邊回血 OK 那... 用了一個八騎的絕招是OK的 我覺得 暫時還好 呃... 這裡... 這裡就不用開絕招 因為... 昆蟲王的位置是可以清掉兩隻 貫通的 大家看到 那一陣向左彈反射就可以清掉 那... 所以... 即是... 人妖王我絕招留到 一定要留的 因為... 危急時是很有用的 人妖王 即是我這個陣 因為我沒有貫通 對... 這裡... 搞定 OK 那... 斜一點點 彈出去 對... 回一回血 對... 斜一點點 彈出去 因為你的角度越斜 或亂彈的角度越大 那... 對於回血來說是越有用的 我覺得 對... 是我覺得 大家記得 OK 那... 二血就應該不難打了 二血 因為二血的小怪很容易清 清完小怪之後 就... 純粹1on1 OK 都回到血 那... 大家一定要... 數著他下跌4彎的即死技 對... 因為他... 尾山門天每行血得9彎的時間殺 那... 但正常就一定有時間的 對... 除非你勁氣 如果不然就很少 打到真的放大招 那...這裡... 回血啦...不用說了 天造地鐵 那... 但他開完傷技之後 是不會打難一回 那... 這回... 你可以刻意不殺他 對... 我先回血先 那... 但這回... 也... 也... 不是一定要殺的 因為這回... 下回... 都是放追蹤彈 就... 不是扣很多 對... 那... 扣4萬左右 這樣可以殺了 OK... 那... 應該贏了 這樣三個絕招 對... 除非打得極差 對... 人妖王 不開了 呃... 一會等... 可能... 等... 等... 清洗小怪 那我直接... 這樣... 平判應該就一夜秒的成行 都OK 那... 人妖王... 不是... 昆蟲大制就開這個絕招啦 其實他的絕招就真的... 扣多少少的 其實叫做 OK... 對... 70日晚 對... 療性於無 那... 八旗回血... 回血加撞小怪 對... 這樣彈 真的... 純粹亂彈 我是沒有... 沒有一點特別解決 那一件事啦 因為... 回得了多少少少血 但是...OK的 嘩... 好彩... 那... 八旗 那... 以我性格的第一下點 都要撞一下回血的 因為... 我是保險的 對... 因為我怕真的... 我怕真的... 一下子撞不到 嘩... 其實撞到那兩三下 OK... 不要死啊 那... 就贏了 對... OK... 對... 對... 貫通一下... 這一下記得是 對... 搞定 那... 其實代表三隻反射是過倒的 這關 對... 但是... 那... 第三隻反射角色 就... 人妖就比較好些 因為他始終有貫通 那... 如果三隻八旗 我覺得就很難過到 兩隻 對... 那... 其實... 這一陣最需要留意的 就... 我覺得是... 第一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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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一清得不夠快 你貫通那些... 你很容易爆炸的 那些... 因為你只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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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彎你就一定要清掉兩隻 如果不是就... 一定會爆炸的了 那... 那這關是極難打的 那另外... 所以進入到黃關 就一定要... 那... 怎麼說呢... 空制住那個貫通怪 特別是第一血,昆蟲大帝很難一次過清掉兩隻 如果真的不行,就開八旗的號令給他清掉另一隻 一定不可以令他的落石倒數軟 然後二血三血,大家看到是很容易打的 應該就不難的了,去到那個位 這次其實就用這三隻反射角色 其實你將來買不到的東西,就像我那樣用三隻反射 雖然我覺得沒什麼人敢做的,但純粹是一個示範 我也是試一下新的東西 那來到這裡,下次見,拜拜